Hello各位,我是那个289800买前期款海豹四驱性能版的小工程学 就这台车,腾式N7,今天真的给我骑坏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台车今晚上市 它的四驱版顶配的实际价格 好像并没有比海豹四驱性能版 我当时买的289800价格高很多 我愿意称腾式N7为豪华列装SV版大号海豹 因为它跟海豹都是E3.0平台的完全体 都有C2B电池车身一体化的设计 都有8和1的电驱结构 都有宽温域的热泵空调 同时后置电机和前置电机的功率都一模一样 当然平心而论呢,我觉得腾式N7是没有海豹帅的 这一点小郭完全不支持反驳 海豹是充满了杀气,而N7呢就是咧着嘴对你笑 这两边的这个日间行车灯搭配转向灯 反正怎么看都怎么有点乱 还是选择那个简约版的比较好 但是吧,您一到走进车内 一坐到这个车里,我这个海豹车主就想哭 这才叫豪华品牌 首先啊,你看这个软质的皮 三毛皮的顶棚 这个软质的皮,连这个地方它都是皮 这地方都是皮 木纹,还有这个金属的面板 哎呀,这质感真的比海豹不是高了一惊半点 你知道吗 屏幕啊,这个屏幕终于不支持转了 我觉得支持转没有什么用 它是14.6英寸 整个屏幕的界面现在叫腾式Link 那比我那个Delink 4.0的5G啊 还是要好了不少的 整个界面呢,也简约了一些 就是这个字,它有点小 能不能把字给我变大一点 下面人家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还带通风 然后这个地方跟海豹的小蛮腰是很像的 但是人这个背价吧 是不是 就明显更有质感 你说气不气人 然后板杆也更好看 这个驾驶模式调节也变成了水晶的 重点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重点,它都是细节 你看一下腾式这个窗户下降的感觉 哎,最后一下它是很温润很慢的 再看上升 哎,这种柔和的感觉 才是豪华车该有的 海豹就没有 再看一下它的雨刮器 哎,集成喷嘴的雨刮器 这也是海豹没有的 我就喜欢这种小细节 这种小细节就是能打动我 并且人家还有一个副驾评论 不管这个东西我用不用啊 但是人家骑马蚁哦 哎,还有女王的附加座椅 这个座椅我实际上跟大家说 它的椅形跟海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座椅以垫我觉得偏硬 因为海豹的座椅已经有塌陷了 而这个天重物明显要比海豹硬了 但是坐着仍然很舒服 令我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 它这个车吧 它的座椅通风都要比海豹舒服 这个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那座椅通风都比我那好 还有方向盘加热 你说气人不气人 还没完呢啊 人家呢也有这个全景天幕 重点就是 哎,人有这个遮阳帘 有全景天幕再配遮阳帘 这才叫懂得用户内心想法的电动唇了 要不然这大玻璃真的晒 海豹就很晒 你就不得不自己弄个手动的阵阳帘 同时人这个地瓦雷的音响 要比海豹的单拿高了一个级别 绝对高了一个级别 大家仔细陪我感受一下 后排确实要比海豹大不少 你看这个腿部空间 然后地板是纯平的 这个地板你塞一堆装备都没有问题 长的那种就放这出去露营的时候 然后同时窗户沿高一点 然后顶上有这张帘了 所以不晒了 后排这个头部空间还是可以的吧 我一米七七的身高 有个小缺点就是这个开门的角度不够大 我认为腾式N7这种车对吧 既然如果偏向家用的话 这个开门角度能接近90度就完美了 但是现在上车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有C2B 所以说它整个这样纵向的空间是很大的 下面呢我们打开后备箱 大家仔细看啊 它的车身给你降低了 这就是空气悬架的好处 这个后备箱的纵深确实很大 大家看这个角度 基本上你竖着放很多长的弹角桌呀 或者大的行李箱一点问题都没有 重点是人家这个后备箱有220伏的电 对吧 你装个车载冰箱啊 这不就歪歪点子了吗 这个如果能远程控制开启 那更歪歪点子了 只不过我那海报是在第二排 我非常喜欢它在后备箱 没找到同事N7做到了 然后两边呢都有灯 有挂钩 有毛点 哎呀 这个后备箱还是非常实用的 后排座椅是支持466比例放倒的 那放倒之后呢 有一点点坡度 如影像吧 它改床车的话 需要垫一个垫子 那样睡的就很舒服了 所以这台车也是可以改床车玩法 这台N7也是四驱版啊 没想到它这个前辈箱 比海报的要大不少 海报四驱版也是有前辈箱的 这里面放几个大西瓜 放点给媳妇买的榴莲 对吧 就不串味了 只是相比于海报 它却没个盖子 我觉得还是夹上那个盖子比较好 首先不好意思啊大家 这一车不是我自个儿借的 是我拿同事借来的车抽空拍的 所以大家看拍动态跟拍静态 并不是一天 先说这个悬架 它是云点A的悬架 过这个减速带 前轮海报一样的 后轮就明显比海报舒服了非常多 特别有意思 这个云点A呢 它是电控的空气悬架 也就是说空气悬架 来保证你这台车 有一个80毫米的调节行程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它一秒钟就可以提高10毫米 同时呢 电控阻尼的调节 也就是说它的软硬和高低 是都能调节的 主要就体现在这个减速带 前轮有点硬 后轮就非常舒服了 同时你速度稍微快点 去过这些坑洼路面的 比如说你看 哇这灯灯 哇这感觉 减速带应该感觉到 哇什么东西过去了 所以这个感觉是之前比阿迪 所有的车型都没有的 它确实要比海报舒服了很多 再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停车 停住了 它没有什么多余的晃动 这个车一下子 吸住了 有的车还得这样 还得晃两下 所以这就是云点A非常牛的地方 而当速度开起来的时候 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 这台车对于震动的处理是明显比海报更柔和的 但是它毕竟是SUV 就当你稍微激烈驾驶一点的时候 你能明显感觉到 它车还是比海报稍微重一些的 没有海报开着那么那么那么的灵活 尤其侧倾也会比海报大一些 但是还有个好处就是 这套云点A的悬架 它不能飘移吗 所以你要想下赛道 想下飘移的话 那直接调整到飘移模式就可以了 而开起来以后 这台车的舒适度就要比海报好很多了 因为它这个悬架确实 对吧 对于电波的处理要更干脆 但是呢 比如说现在周围没车 我变个道紧急变一下 但是这样变道的姿态 它没有海报那么灵活 你能感觉到这台车 还是要比海报笨重一些的 而且整个悬架行程也要大一些 舒适度是有了 但是操控感 运动感我觉得不如海报 而在动力方面 它俩跟海报都是一样的 前后两个电机 390千瓦的功率 后桥是230千瓦 前桥是160千瓦 然后你这么一踩 这个加速能力绝对是可以的 官方说是三秒级 但我估计比海报慢点吧 3秒9大概4秒的那个样子 同时呢 静命性我觉得比海报也好了一些 尤其风噪的处理 但是这个胎噪 马牌这个胎 怎么说呢 这个胎噪还是有点明显的 如果你喜欢腾式N7的话 你就别想太追求它的操控和运动 顶多是去赛道 好好去感受一下它的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以及它的云碾A系统 去赛道去飘移 而日常驾驶 它肯定不如轿转那么运动 在SUV里面算运动的而已 而续航方面 我觉得不用担心啊 我开海报82.5度的电池 官方续航是650 我基本上夏天跑高速400再充电 如果是夏天不跑高速的话 至少能跑到500到550 然后冬天北京零下-15度 因为它有这套宽温域的热泵空调 是比较省电的 我也大概能跑个350到400程区 然后再充电 而这台车它是直接给你干到了90多度的电池 那长驱航是703 四驱版是630 基本上你一个礼拜充一次电也够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没有加充 这车支持双强充电 除了150千瓦的升压以外 还支持双强充电 这个就很厉害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大家用电动车也知道 很多国往的装都是60甚至80的一个充电速度 这就很慢 你最多才能创到80千瓦 你车支持150也没有用 而你插两张枪 这个60两枪不就变成120了吗 80不就变成160了吗 这车最高支持双枪230千瓦的充电 所以这个充电速度这一块 也不用担心是什么呢 总的来说 如果当年腾式N7跟海豹四驱 再摆在我面前 我会选择N7吗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还是会选择海豹 因为这台车整体 包括内饰的配色 包括外观这个造型 给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偏向成熟的 有孩子有家 要考虑舒适度可以选择这个 如果你还是一个年轻的热血少年 海豹四驱 还是要更运动操控一些 结尾小花絮 这个云碾A真的很好玩 现在是悬架最高的状态 像不像一个跑拉力的车 就如果我给这台车 改个竞技杠 换个AT胎 再换个轮圈 这不就是一个拉力赛车了吗 我真可以这么改 真的很帅